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詹尼电影天下科 这期节目是2021年奥斯卡 也就是93届奥斯卡的第四期视频节目 新来的小伙伴也欢迎您的关注 这个频道专门为您提供经典优秀的影视作品 影视资讯和优秀电影故事的分享 那么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吧 在前几期视频中 我预测了本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或由黑豹查德维克·博斯曼获得 他可能也将是奥斯卡90年历史上第五位 获得此殊荣的黑人演员 202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 获由华一女导演赵婷的《无疑之地》获得 上一期视频中 我也向您介绍了由奈飞投资拍摄的 反映美国蓝调之母 Marini的电影《蓝调天后》 入围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 最佳服装设计等三个入围奖项 本届奥斯卡奈飞选送的影片 在所有的提名奖项中 已经超过了2020年92集奥斯卡的24项提名 共计获得入围最佳影片奖 最佳导演奖 最佳男女主角 等三十五项大奖的提名 这其中包括大卫分歧的Mank 共获得十项提名 艾伦索金的《芝加哥七云子经事审判》 六项提名和《蓝调天后》五项提名等 毫无疑问 2021年93届奥斯卡 除了女性导演 黑人演员 奈飞获成为最大的赢家 两年前的2019年 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就讽刺奈飞道 所有奈飞出品的都是电视电影 应该去竞争为电视剧设立的艾米奖 同时他表示 奈飞应该没有资格获得像奥斯卡这样的奖项 如此大牌的导演 输出这样的批评业目并不奇怪 这主要是Netflix创立的流媒体内容播放平台 在过往 它所有的内容均不在院线播放 人们都在家里享受电影电视带来的快乐了 谁还去电影院呢 这无疑是砸了电影院的饭碗 另外Netflix还有一条触怒了影院和出品方 这就是传统院线和出品方规定的 在影院公营90天后才能出版电影数字版 这条规则完全不适应奈飞 Netflix就这样和传统的院线内容出品方 电影工会导演群体接下了大梁子 早期在参展各类影展上 Netflix的影片也不符合 奥斯卡法国嘎纳电影节的播放要求 他们都要求影片在院线至少播放一周的要求 才能够有参赛的资格 2017年法国嘎纳电影节也因为Netflix的影片 没有在法国的院线上映和Netflix播放而散 而2017年的博英电影节开幕前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60多家独立电影参展商 联名上出抗议奈飞的影片入选 因为那是对他们的影片和院线的不尊重 也是对电影规则的不尊重 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一群 医老卖老行将就目的老人 对一个年轻人大吼大叫呢 2019年可谓是Netflix风魂入转的意义 美国司法部出面干预 如果不让Netflix参加奥斯卡 那么奥斯卡可能涉身垄断 并压制行业竞争 于是才有了奥斯卡评委松口 Netflix影片只要按照规定进入院线播放 既有资格参与评奖 在和传统影业公司 以及传统奥斯卡的交战中 Netflix也适度调整了自己的营销策略 2019年他们按照奥斯卡的要求 在院线上有可能参与的影片 2019年包括爱尔莱人 婚姻故事等十部电影 都在美国和英国的院线进行了播放 而且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 可见观众对奈飞优秀影视作品的接受程度是非常高的 2019年罗马拿下了金师奖 威尼斯电影节被抨击为 沦为奈飞的营销工具 2019年当绿皮书战胜Netflix罗马 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时候 有相关的媒体评论 好莱坞报道这样说 传统影业显然不想把奥斯卡交给这样一支破坏性的力量 2020年在疫情肆虐期间 Netflix成长就更令传统影视行业闻风丧胆 Netflix的影片一经平台播放 就会发送给全球190国家超过2亿订阅用户观看 根本就不用通过原线 而3美元至23美元的订阅方式 轻松的退订和续订的方法 客户隐私保护 人工智能选片等后台技术 特别是近些年 Netflix花重金打造了强大的影视内容 在影视制作 电影故事 艺术水准上都达到了上层影视制作平台的标准 有舆认为 传统的电影出品公司 包括HBO这样的内容平台 都遭到了Netflix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2020年受疫情影响 全球用户定数增加了3700万 Netflix市值也达到了2200亿美元 在疫情期间 AMC等巨型连锁院线 都纷纷关门停业 裁员倒闭之时 Netflix有媒体平台 却横扫视频内容分发市场 怎么不让人羡慕激动恨呢 我自己是Netflix的死忠粉 订阅时间超过两年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好片看了无数 超级选一期 俄国的暗黑 韩国的李氏朝鲜 美国的侦探剧《心灵猎人》 讲述墨西哥哥伦比亚独贩的 电视系列剧《独消》 《独消癌子》 所有Netflix在奥斯卡听音的影片 我也都可以在Netflix上 第一时间看到 《婚姻故事》《爱尔兰人》 《芝加哥七君子》《金氏审判》 《蓝跳天后》 《嗜血无人子》《曼克》等等 还有就是Netflix的纪录片拍摄水准 能够和BBC 日本HK等比肩 比如奥斯卡获奖影片《超级工厂》 揭露美国长青城大学 招生舞弊案的《校园蓝调巡逢》 揭露美国性丑文案的《比克拉姆》 都是非常好看又经典的纪录片 有机会 我也专门为大家 做一个奈飞的纪录片专辑 当然Netflix也出过 非常多的垃圾影片 在看片的时候 我会常常去看一下口碑和风评 然后再决定是否花时间 来欣赏或放弃一部影片 2021年《纳斯卡》注定会是一届 也非常不一败奥斯卡 这其中有华语女导演赵蒂宏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 获得最佳导演提名的 有色人中女性 也还有另外一位女性导演 英国的Anode Phanel 这也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同时有两名女性 争夺该奖项的场景 还有就是两位黑人演员 在同一部影片中 同时获得最佳男主角 和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那这部影片就是蓝调天后 有可能获得影帝的查德维克·博斯曼 或成为奥斯卡90年历史上 第五位黑人影帝 更有视频流媒体平台Netflix 或将成为奥斯卡的最大赢家 如果您还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您的订阅 点赞 留言和互动 我承诺将为您带来更多的 优势影视作品的分析 影视资讯 和您一起欣赏电影 带给我们的生活的美好 我是电影天下课 有料 有趣 有故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